海商法 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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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性 和一些影视作品为视角 来感受一下海商法的魅力 那么闲话少说 我们来看第一讲 乘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我们从首例 航空母舰 辽宁舰 来谈我们海商法的船舶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船舶 这样一个概念呢 因为我们知道海商法当中 不管是调整海商运输关系 还是与船舶有关的 一些法律关系当中 都少不了这样一个运输工具 船舶 由于海上风险的特殊性 包括海上行业投资 那么它需要非常大的 这样一些资金和雄互的实力 一旦遭遇到海上风险的话 就会使着投资人 遭受巨大的风险 因此我们海商法就给有关的船舶的一些所有人 或者基因人这样的一些责任诸体 一些特殊的保护 比如说海市赔偿责任限制 比如说共同海损 海难救助等等等等 所以非常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船舶 它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 这个辽宁舰的话呢 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第一艘可以搭载固定翼飞机的 这样一艘航空母舰 那么这个辽宁舰的原名的话呢 是马良格号 那么由于前苏联解体的话呢 那么最收军舰的话呢 是归乌克兰所有 后来呢 被澳门一家公司买下之后呢 辗转卖到我们中国军方 那么一直呢 在我们大连的造船厂呢 进行这个改良 修缮和这个改建 那么在一二年的时候呢 是正式交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呢 正式服役 而且呢 也非常自豪的 是由我们辽宁省的 这样一个省名 命名为辽宁舰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艘航空母舰 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国防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作用 如果我们把视线 在拉回到两千年前 那么大家都非常熟悉 三国之战当中的赤壁之战 那么在公元二零八年的时候呢 孙权刘备二军 那么在赤壁一带的话呢 用火攻这种方式呢 大破曹军 也成为呢 中国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战役之一 那么我们如果追寻一下历史的脉络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 不论是我们今天的辽宁舰 还是两千多年前的市壁之战 那么这些战船呢 都是军事船舶 那么这些军事船舶 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船舶 还有我们海上法当中的船舶 又有怎样的一个渊源和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此的话呢 我们今天这一讲 就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海上法中的船舶 那么海上法船舶的种类 包括哪些 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然后呢 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呢 来理解这些船舶的概念 那我们说呢 船舶这个概念 大家并不陌生 恐怕哪一个同学呢 都会说上一句两句 所以当我们提到船舶 这个概念的时候啊 我们把它分为 广义上的船舶 和狭义上的船舶 那么所谓广义上的船舶呢 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日常概念当中的 这个船舶的含义 而狭义上的船舶呢 才是我们各国家海上法 所规定的船舶 也就是说 每个国家的海上法 在去界定这个船舶的含义的时候呢 它是做了很多的限制 也就是说这一类船舶 只是我们通常理解 船舶当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广义上的船舶 也就是说把一切 随上移动式装置 我们可以称之为船舶 也就是大家日常理解的 这个船舶的含义 那么这个界定很简单 我们解读一下 这样几个关键词 第一 水上 那我们说水上呢 是指水体的表面或者水中 因此不论是海洋 河流 湖泊 水库 一切水上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都属于水上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显然这个水上是不分海洋 还是内河 还是内陆上的某一个水域 它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水翼船是船舶吗 来我们坐在第一位的这个男生 你说说看 是船舶 大家说它的答案对不对 对 好请坐 谢谢你 虽然水翼船的那个形态 可能像飞机 但它仍然是船舶 那么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呀 水上飞机在水面滑行的时候 是船舶吗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是船舶吗 不是 这个大家很确定 那么水上飞机在水面滑行的时候 是船舶吗 是 好 那么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对船舶做接近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握的关键词就是 水上 因此不管是水面 还是水中 能够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的话 可能会是船舶 但如果脱离了水面和水中 而是在水的上空空中的话 不管它是什么形态的 都不可能称之为船舶 第二个关键词是移动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移动呢 是指这个船呢 要自身具有航行能力 而不是需要他船 或者其他的动力装置呢 来提供这种航行的这种能力 我们把它称之为移动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几个问题 如果一艘船舶 那么它呢 是因为海南事故 或者是自身的这种缺陷 导致了它暂时上市了航行能力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样一艘船舶 还能不能称之为船舶 不能 为什么 我们这里强调的这个自航能力 是允许它因为某种意外事故 或者因为这种船舶 本身的这种自然缺陷 或者潜在缺陷 而暂时上市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的移动 不要求它在任何情况下 无时无刻都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 因此刚才这个题呢 大家可能回答就有点问题了 也就是说如果一艘船 只是暂时的丧失的制航能力的话 仍然是视为船舶的 听说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航行能力 不要求它任何时刻 都必须拥有这个能力 如果它只是暂时的 因为意外事故导致的话 不影响它称其为船舶 那么如果一艘军舰 那么它永久的丧失航行能力了 只是把它停靠在码头船边 供游客参观 那么这样的一个装置 还能称之为船舶吗 不能了 对了 因为它已经永久的丧失了航行能力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移动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不管这样一个装置 是不是具备了这种船的形态 那么我们要判断它 就是看它有没有航行能力 所以如果一个移动式的转井平台 尽管它的外观看起来不是那么像船 但是我们仍然把它作为船舶来对待 好吗 好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装置 也就任何一艘船舶 除了在水上能够移动以外 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构造物 也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设施 一定的构造 不能过于简单 所以大家可能在海边看到很多人玩这个冲浪板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木牌木筏 虽然在水上 虽然可以移动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船舶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广义上的船舶的含义 那就是一切水上移动式装置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了解了广义上的船舶的前提下 那么怎么来理解海商法当中的船舶的概念呢 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对海商法上的船舶 做了或多或少的限定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海商法上的船舶的概念 你必须要去查询这个国家的海商法是如何规定的 因为每个国家的规定是存在着不同的差异的 那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 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 那么他所规定的船舶有这样几个关键词 一推进 就是不论是自行推进 还是用他船提供这种推动能力都可以 所以显然他的这个船舶含义是不是就比较宽泛啊 还有他要求能够推进的这个船必须是用于商市运输 那么因此把不是从事商市运输的那些类型的船舶也通通排除在外 还有他强调是一个浮动式的装置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法律当中 同时还把军事船舶和政府公共船把它排除在外了 那么这是俄罗斯的这个航运法典里面规定的船舶的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希腊的海商法 他要求呢 说必须这条船呢 要超过十净登记吨 而且需要自身动力能够推动这个船舶在海上航行 那么大家注意到 按照希腊海商法的规定 这个船舶是要有一定吨位的限制 而且它仅限于什么 海上的船舶 不包括那些内核船 而且自身也要有这种航行能力 那么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我们的海商法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明确规定 船舶包括海船及其他一切海上移动式装置 那么显然我们国家的船舶也是把它仅仅限于什么 海上的海船 而排除了内核船 江河湖泊的内核船 内陆水的船舶 那么同时我们海商法还规定说船舶呀 包括船舶数据 但是海商法里面没有明确规定说什么叫船舶数据 那么按照我们航运习惯通常理解所谓船舶数据包括哪些呢 就是我们船上的毛 毛链救生艇救生设施等等这样的一些构造物 所以说船舶是包括了船舶数据 那么同时我们海商法还规定啊 说用于军事目的的和政府这个公务目的的这样的船舶 以及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排除在船舶的概念以外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海商法当中所提到的船舶 是我们日常理解那些船舶概念当中的一块 也就是海船那一部分 然后在海船这一部分呢 又把那些军舰呢 政府公务船呢 以及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怎么样呢 又排除在位 是不是就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呢 那么这里我想提醒各位同学注意的就是 我们海商法第三条所说的这个船舶 那么它是统领各章节的 但是在部分章节当中 这个含义有所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 在船舶碰撞和海难救助那一章当中 这个船舶的含义呢 适当的有所扩大 扩大到了哪些呢 扩大到了包括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 还包括了内核船 但是他们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所以这是我们海商法当中呢 关于船舶的这个界定 因此我们说 这个概念只能是狭义船舶的含义 那么因此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海商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么大家看看这样几个判断题 用于军事的和政府公务的船舶是不是我们海商法的船舶 不是航行于江河湖泊的内核船呢 也不是 小于一定吨位的船舶呢 也不是 那这里一定请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里海商法规定的小于20总吨 这个总吨是吨位的含义 不是吨 我们当我们提到20吨 这是载纵吨 也就是从重量上来描述一条船舶 能够装运货物的能力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吨位 更多的是从这个船舶的仓容 容积的这个角度来衡量这个船 它载货的这种能力 那么目前根据国际上1969年国际船舶吨位占量公约 那么我们船舶的吨位 都是按照这个公约所规定的标准 来去测量计算的 清楚了吗 所以这个吨位呢 包括总吨 包括近吨 而我们海商法强调的是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 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 了解了我们什么是海商法的这个船舶的含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海商法的船舶有哪些种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海商法的船舶要进行这样一个分类呢 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船舶可能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规则的适用 比如说我们海商法规定 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不适用于沿海的货物运输 那么意味着只有从事国际航行的海上货物运输的合同 才适用于海商法 而沿海货物运输和我们的江河湖泊上的货物运输 通常我们称之为水陆货物运输 而是由我们的河东法以及交通运输部所颁布的相关的一些规章来调整 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去对于客船和货船 那么这两种船舶成员人在使船舶失航的义务上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同样对于这个旅客或者货物遭受了这种人身伤亡或者密尸损坏 成员人的赔偿责任限制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区分海商法船舶的总类 那么通常情况下按照船舶所使用的用途 我们可以把船舶分为客船 货船 工程作业船舶 以及其他类型的船舶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他们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 那么很显然这是一艘客船 什么是客船呢 就是主要用来载运旅客 以及他们的少量的行李邮件货物的船舶 而且按照国际公规的规定 这个载运旅客强调一定是超过12名 才称之为客船 那么由于这个我们国家呢 经济发展这个旅游啊 现在旅游业也发展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现在呢有一种将旅客运输和这个旅游和而唯一的一种游轮运输 游政的游啊 游轮运输也非常的兴盛 所以说呢 这也可能是未来我们客船运输的一个发展 这是客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货船 所谓的货船呢 主要是指载运货物 或者搭乘呢 不超过12名旅客的这样的船舶 那么根据他所装运货物的类型 又具体可以分为杂货船 干散货船 夜货船 冷藏船 单元运输船 等等等等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认识一下他们 第一个杂货船 那么这个杂货船呢 主要用来运输那些带有包装形式的建杂货 比如说桶装啊 袋装啊 箱装啊 等等 那么因此的话呢 这一类船舶 它往往会有多层甲板 而且有自己的装卸货物的这种设施 那么由于目前呢 随着集装箱技术的这种不断的成熟 我们大多数的建杂货呢 都可以适合于装运到集装箱里面 因此呢 现在这种纯粹的建杂货船呢 并不多见 而大多数的建杂货都被集装化 装到集装箱船来进行运输了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干散货船 它主要适合于那些大宗散货 比如说像粮食 矿砂 煤炭 等等这一类 它的货量的比较大 比较偏重于是我们能源类的 这样一些特殊类型的这样的货物 那么大家可能看到 这个针对这个不同吨位的话呢 那么船舶的这个构造也不太一样 像我们看到图片上的这种船舶 它自身就没有装卸能力 需要用岸上提供装卸设施来完成装卸货的作业 液货船的话呢 就是主要针对液态货物类型 而去建造设计的这个船舶 那么具体呢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油轮 从事这种大量的原油运输的 那么由于原油大多数呢 体现是一种颜色比较暗沉 所以我们往往把这种原油运输称之为Dirty Oil运输 还有就是运送呢 液态的化学品船 由于液态的化学品船很多呢 都属于油类 因此也称之为成品油轮 这样的一个范畴 还有一类呢 就是属于液化天然气船 液化LNG船 那么大家可能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液化船 液货船的话呢 那么它的构造都不太一样 有一些区别 那么第四类呢 我们叫单元货物运输船 也就是把这个货物呢 进行乘组化 通过某一个运输单元来完成装卸的 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就是集装箱船 那么这是一个全集装箱船 也就完全按照集装箱货物来去制造 来去设计来去履行这个运输目的的 这样一种类型的船舶 那么除了这个集装箱船以外呢 我们还会看到一种类型就是滚装船 那么滚装船往往就是通过这个车辆 或者是呢 装有集装箱的插车 底盘车 然后由一个拖车来把它拖到这个船上 也就是它是通过水平的一种装卸方式 而不是传统的这种纵向装卸方式的这样一种船舶 因此呢 根据它装上船舶的方式不同 我们又可以称之为开上开下船 lowlow船 或者滚上滚下船 lowlow船 好 这是滚装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载博船 这个载博船呢 这个造型很特别 那么它主要是应用于什么呢 就是江海或者河海连运的方式 那么由于这个航道水深 以及这个航线的这个限制的话呢 自然条件的限制 那么有些港口呢 没有办法来去停靠大型的船舶 所以就把这个货物呢 装在一些比较小的这种博船上 然后呢 把这个博船呢 在连船上的货物一起装在这种载博船 又称之为母船 而母船上是承载的那个博船呢 通常称之为子船 所以又称之为子母船 载博船又称之为子母船 然后呢 通过这个大的这个母船 运送到目的地之后呢 再把这个博船及船上的货卸下来 然后呢 这些小博船再开到它最终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港 来去完成装卸作业 所以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运输方式 载博船 第六个呢 我们来看到 这是一艘冷藏船 那么主要呢 是用来运送一些食品啊 肉类啊 鲜活的 对于这个温度呢 有特殊要求的这样一类的货物 那么因此就要求这个船上 必须要有冷藏的设备和设施 那么我们说过了 由于现在随着集装箱技术的发展 很多的一些货物呢 是可以装载在集装箱内 因此实际上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图片呢 它是一个冷藏集装箱船 第七个我们称之为半潜船 这个造型也很特别 所谓的半潜船呢 它主要是针对的这条船 它可以通过调整压载水 来去上升或者潜入水中 然后呢 把一些像转井停台啊 游艇啊 大型的这样一些设备啊 那么可以呢 装载在这样的这种船舶上 满足特殊货物运输的这样一种需求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半潜船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呢 因为它是承载其他的这种 重大件物品的 所以把它称之为半潜式的母船 第八个呢 是木材船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呢 专门用于木材原木啊 或者是木制品的 这样一类特殊货物的运输 所以这一类船舶呢 为了满足木材的运输 往往舱口呢 比较大啊 而且拥有自己的这种装卸的设施 第三类呢 就是工程作业船舶 那么工程作业船舶主要就是满足一些海上工程作业 以及保证海上航行安全需求的这样一些用途而使用的船舶 那么具体呢 可以包括第一个挖泥船 那么这是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是有些港口啊 跟这个像河海相连的港口 那么由于受河口呢 大量的一些泥沙的堆积 所以呢 这个港口航道的水深的话呢 就满足不了航运的需求 因此它会通常会使用这种挖泥船呢 来进行清淤挖泥 来保证这个航道的安全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破冰船 那么大家知道呢 像这个我们都生活在北半球 那么到了这个冬季 北围高维度地区的话呢 那么就会涉及到这个港口呢 遇到冰冻的这种现象 尤其像最近年我们的渤海湾 也不同港口呢 遇到了这种冰冻的这样一种困惑 那么这个时候船舶就被冰封住了 很不安全 因此我们就需要这种破冰船在前面呢 来进行破冰 开除一个航道来 便于这个船舶呢 能够正常的进出港口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银航船 我们知道每个国家 从这个保证航行安全 通航安全 特别是从这个国家 维护主权的角度的话呢 对于一定类型和满足条件的船舶 要求引航 那么因此大家可能会看到 会有这一类船舶来提供这种海上的服务 那么除了这些船舶以外呢 我们知道其他海上移动式的装置 也可以称之为我们海商法界定的这个船舶 那么具体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移动式转景平台 那么这里大家请注意 如果这个转景平台是已经就位了 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 来从事勘探开发作业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再称之为船舶 因为我们这里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是 移动式的 能够在海上 能够移动和航行的 那么这个水上飞机 刚才已经提问过 也就是在水面上进行滑行的时候 那么它也是可以称之为船舶 那么除了这些船舶以外 我们提到了我们海商法呢 还把一类海船排出在外 那么不能归结为海商法下的船舶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军舰 第二个用于政府公共的 比如说这些年我们国家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海洋权益 那么都派一些这个海监船 来去在海上进行巡航 包括我们的海事管理部门 包括海关 为了从管理集思的角度 也可能会派这样的一些船舶 在海上进行行政执法 那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政府公务船 还有就是20总顿以下的小型船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常常在海上可以看到的 这种游艇快艇 那么还有一些类型也是不能属于海商法规定船舶的 比如说固定式的转定平台 还有我们水上的摩托艇 还有这种构造非常简单的足法足牌 那我们这里面呢通过这样一些大量的图片 给大家去解释了海商法当中船舶的这样一些种类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船舶的法律性质 那我们知道船舶在海商法当中具有什么样的属性 这个不管是从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呢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通说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船舶是物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做逆人化的处理 那么大家知道船舶作为一种运输工具 在世界范围内的话呢去航行 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工具 那么它是一个物 但是我们又知道呢船舶有很多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船名 船舶有国籍 船舶还有船灵 还有自己的船籍港 那么这些呢都有类似于我们自然人的 我们的姓名 我们的国籍 我们的年龄等等 具有了人的一些属性 那么我们不容忽视的还有一点 就是在一些英美法国家 根据这种逆人化的理论的话呢 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 就是对物诉讼 所谓的对物诉讼呢 就是说如果一条船 导致了你的户物密室损坏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到法院去告 某某某船 它就会成为被告 所以你去看英美法的一些判例呢 你会发现原告是一条船 被告也是一条船的 这样一种情形 很有意思 那么因此对物诉讼的话呢 它有一些优点 因为呢 一你就可以便于这个原告呢 因为无法去确定被告是谁 而使得他的这个投诉 无门的这个困境呢 得以一定的解决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船 在海上航行经营啊 很多情况下 不一定是传播所有人 自己来安排这个经营活动 我可能把它光租出去 击租出去 或者交给一个经营人来进行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判断到底 谁是要为这条船的 这个导致的灭尸损坏 或者是侵权的这样一个后果 承担责任呢 有的时候很难判定 那我船里跑不了 名字在那摆着呢 所以我可以队伍诉讼 第二点 可以有效的解决呢 海市纠纷当中呢 送达难 也就是我可以通过扣押船舶 我把法院的这个令状 我送达到船上 也许这个传播所有人 距离遥远之外 但是没关系 我只要送到船上就可以了 队伍诉讼 第三个 通过队伍诉讼的话呢 你还可以保证将来啊 你这个案子最后能够得以执行 也就是你官司打赢了 如果呢 派对方赔你一千万 他迟迟不给你钱 怎么办呢 你就要涉及到 对他财产的一个执行 如果你提起队伍诉讼 把船扣下来 好 如果这个责任迟迟不出现 我还可以通过向法院呢 拍卖船舶 来去偿还这条船 应该所担负的这个债务 比如说获损一千万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因此的话呢 虽然船舶是个物 我们海商法当中 仍然会把它做逆人化的处理 当然我们国家 是不承认对物诉讼 我们只能对人诉讼 所以我们的诉讼的这个主体 只能是自然人法人 但是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财产保全的制度 仍然可以提起呢 扣押船舶 这样一种方式来提到 起到担保财产 担保保全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国家仍然 我们船舶要进行登记 比如说你的船名 国籍等等这样一些 具备了这样的一些属性 好 这是这个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说船舶呢 是一个动产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又常常把它作为 不动产来处理 所谓的动产也好 或者不动产 就是看我移动了之后 能不能丧失它原有的功能 和经济价值 比如说我们的书本啊 自行车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啊 这都是动产 移动了以后不受任何影响 对吧 可是像房屋 森林 土地 不能移动 或者如果移动以后的话呢 那么就丧失了它原有的功能 那房屋如果动了 那可能就是拆迁了 是吧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船舶呢 它是一个运输工具 显然它要满足 移动的这种功能 它是一个典型的动产 可是我们为什么 要把它做不动产来处理呢 因为船舶的价值往往比较巨大 而且这个船舶 常常并不是交易的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把这条船 还是要满足它运输的这个要求 而不是买了这个船 我是为了交易再把它转让卖掉 不是这个概念 因此大家可能会看到 这个船的所有权 我们就需要到海市管理部门登记 那么这种方式就是不动产的 它的物权公式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你有一个手机 在你手里拿着的 我就可以推定这个手机是你的 因此动产在谁的手里 我们就可以推定那个人享有这个动产的所有权 可是呢 房屋不一定了 比如说大家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对吧 那么能够说这个房屋是你们的吗 不可能 我们使用这个教室 然后能说这教室是我们的吗 不是 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些不动产它的所有权呢 我们要去看登记 所以船舶也一样 我们要到海市部门登记 看它在某某某公司名下 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它的这个财产 所以这个船舶呢 就跟其他的不动产一样 需要到船舶的这个登记部门呢 来进行登记 来表明它的所有权人是谁 因此可以体现出来 是把它作为不动产来对待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在船舶上啊还可以有一个制度 就是船舶抵押制度 通常情况下 动产呢我们是用质押 比如说我向这位同学借了一千块钱 然后呢就同学说 哎那你凭什么拿什么来担保 你将来还钱呢 我说这样 我把我这笔记本呢质押在你这 什么时候我还钱了 你把这笔记本还给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动产的质押当中 这个物是要转移到谁呢 债权人那儿 直到我债务人偿还了 这个债务了 他把这个物呢再返还给我 他起到一个担保的作用 可是对于船舶来说 没有办法来这样做 为什么 你想啊我一个船舶所有人 我到银行去贷款 那么银行说 哎你拿你这个船舶抵押 那如果把这个船舶也抵押到银行 也交付给银行的话 这个船舶就失去了运输工具的功能和作用了 也没有必要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船舶这样一种动产呢 又采用了一种不动产的对待方式 就是船舶抵押制 那么这个抵押制的话呢 我们也是需要到海市登记部门呢 来进行抵押 那当然我们海上瓦明确规定 船舶的这个抵押的这个登记 不是必须的 只是呢 如果这个抵押权人没有去登记的话 他这个权利呢 是不能对抗第三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说船舶是一个动产 但是我们有的情况下呢 还是需要把它作为不动产 来去处理和对待的 第三点呢 我们说船舶呢 是一个不可分的物 但是呢 也有些例外的情况 那所谓的可分和不可分 是指呢 从物理的状态上来看 那么这样一种划分 能不能影响到 它原有的这种价值和功能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堆大米 那我把大米分开了 它还是大米 只是数量上发生了一个变化 不影响它 原有的属性和功能 那么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车 对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车 拆分开来了 不过就是一堆钢板 和一些仪器 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 才能称之为漂亮的一艘 车辆 那么同样船船舶也是 我们船舶上呢 有这个船体 船机 设备 还包括这个船舶数据 尤其是这些船舶数据 比如说锚 锚链 绳索 救生艇 虽然呢 把它们和船舶分开 并不丧失它救生艇啊 绳索啊 原有的功能 但是我们海商法规定了 船舶是包括船舶数据的 因此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船舶的整体 一个不可 划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因此当我船舶所有人 把这个船舶卖掉的时候 包括船体 船机设备 以及这个船舶数据 共同的把它转让给新的船动物 这是不可分的 我不能说我把船卖给你的时候 我把其中的救生艇 我全部给摘下来 绳索我全砍断了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 那我们说也有些例外的情形 是什么情形呢 就是保险的时候 在我们海上保险呢 它可以区分为这个船体 包括船壳 船体设备 这个船舶本身 单独对它投保 然后船舶数据的话呢 我也可以对它呢 进行单独投保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能是作为整体来投保 你也可以把它区分开来 分别来投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在法律上是什么 可分的 可分的 但总的来说 这个船舶是一个不可分物 不可分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船舶的这个法律属性呢 有这么三点 第一 船舶是个物 但通常我们会对它进行 逆人化的处理 第二 船舶是动产 但通常呢 会把它 有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什么 不动产来对待 第三点 就是船舶是不可分的物 但是呢 在某些特殊的法律制度下呢 我们会做一些例外的处理 就是把它做可分来对待 好 那么这是船舶的这样一个属性 那么接下来还剩一点时间呢 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来便于大家理解 什么是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 那么这个是在美国 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件 那么2002年的时候呢 这个申请人叫Lothman 他呢 买了一座可以漂浮在海上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是有通常啊 建造房屋的这样的一个甲板呢 木板呢 来去建造的 然后呢 三面是落地的橱窗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这个Lothman呢 就把这个房子呢 拖到了这个200英里以外 佛罗里达的一个北部湾村 那么在那呢 住了一段时间 停在某一个小码头上 那么2006年的时候呢 这个Lothman呢 又把这个房子啊 拖到了70英里以外呢 由被申请人所享有这个所有权的 这么一个小码头 被申请人呢 就是The City of Rivera Beach 然后就停在那了 那停在这以后的话呢 被申请人就不干了 说你这个东西 你老停在我这打嗨啊 你你你你赶紧走 你不能再在我这个港湾里面来停留 结果就申请人就不干 所以双方多次发生了这个争议以后的话呢 这个被申请人都没把这个Lothman赶出去 一气之下 这个被申请人呢 就以一纸竖状呢 就把这个Lothman呢 告到了当地的联邦法院 两个竖请 一你用我码头用了那么长时间 你要支付我码头的使用费 第二因为你是非法侵入了我的领地 我没让你来 你自己来的 那么因此呢 名义上他索赔一个美元 那么这个申请人这个Lothman呢 就说你这个法院呢 没有管辖权 为什么呢 他说我这是个房子 不是船 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 只有是船舶的话呢 他属于一个典型的海事案件 联邦法院才能享有管辖权 才能受理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这个在水上漂浮的这个房子 是不是船 对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说这个房子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啊 就是这样一个漂浮的海上的 这样一个floating room floating house 那么他是不是船 是船 是典型的海事案件 那么美国联邦法院具有管辖权 如果不是船 那么对不起 初审法院没有管辖权 也就是申请人的这样有抗辩 应该是成立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诉讼的历程 这个案件呢 首先是在这个当地的联邦法院打 那么初审法院认为呢 说这个漂浮的房子啊 按照美国的建造法当中关于船舶的这个定义 特别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显示的那个红色字部分 那么他说呢 是可以解读为是船舶的 所以的话呢 就判定啊 这个Lothman应当赔偿三千多美元的码头费 以及一个美元的分法非法入侵的费用 那么这个Lothman当然不服了 就上诉到这个联邦上诉法院 我们叫巡回法院 结果呢 上诉法院呢 支持了这个初审判决 认为这个房子是属于可以在水上移动的装置 因此是属于船舶的范畴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最高法院 这个案件一直打 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那么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是推翻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认为这个房子不是船舶 理由呢 有这么主要的几点 第一点就是联邦上诉法院认为这个美国建造法当中关于船舶那个解释 就是capable那个词 解释过于宽泛了 把任何浮动的都叫船舶 这是不对的 第二点 虽然这个房子能够漂浮 但是这个Lossman不能举证证明 在过去的六七年当中 把这个floating house是作为水上移书使用的 因为呢 据事实证明呢 在过去的六七年当中 这个Lossman这个浮动的房屋只移动过两次 就是从原来的那个佛罗里达那个北部湾区到现在这个就是申请人那个那个原告所拥有的这样一个码头 所以说呢也主要是拉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物品 那么因此的话呢 他说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 这个船舶应当事实上是应当用于运输的 而你这个房屋呢 虽然飘了 但是呢 没有用来运输 因此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 美国法下认定这个船舶 他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一 你能够在水上航行 是浮动的 第二 你要实际用于水上的运输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综合上诉因素呢 美国的最高法院最后就改判了这样的一个判决 也就是说 这个浮动的房屋不是船舶 因此一审的二审的联邦法院 都是无权受理这个案件的 看到了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的一个案件 对比一下我们海商法第三条的规定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的海商法 仅仅强调的是海船 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什么 运输这个要件 那显然大家可以看到 移动式赚点平台 它是用于勘探开发的 显然不是用于运输的 因此同样这样一个案件 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法院来去审理的话 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课后进行讨论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讲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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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